法谷山迎接新春的到来 除夕夜总本山想起108响 去除烦恼的终身 用心来感受祝福、分享祝福 一起为世界的平安自在 许愿祈福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法谷山道场 也举行新春祈福各项活动 旧金山道场于2月12日 举行新春仆佛 以及2月13、14两天 举行祈福献上法会 由旧金山道场监院 常行法师 及常驻常心法师共同主持 方丈和尚果灰法师 与普佛典礼 透过预录影片关怀勉励信众 祝福大家新春吉祥 万事如意 法喜充满 我们法谷山今年的 主题年是平安自在 以慈悲心待人 时时有平安 以智慧心安己 处处都自在 祈福法会两位法师敬礼诸佛 颤除种种恶业 供养三宝 以祈求新的一年 消灾纳福 完成一场隆重佛事 常行法师也勉励大众 谢谢大家 参加我刚刚的法会 希望我们都有 偏刻的平安体验到 心灵的净土 常行法师鼓励信众 每日适当的运动和定课 从安定自己的身心做起 进而影响家人 乃至社会大众 应用面对它 接受它 处理它 及放下它 似它用在人事物的处理 这样便能如实做到 平安自在 道场也准备了平安福袋 装有平安长寿面 黑糖桂圆糖砖 旺旺鲜辈 金沙巧克力 富桂圆满桂圆 以及平安自在春联 慎严教育基金会阅历 等结缘品赠送给信众们 大家都以感恩的心 按照线上登记领取时间 开车进入停车场 领取平安福袋 并接受两位法师 和义工们的祝福与关怀 所以请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 2021的牛年里面 我们能够实时的抱持希望 用感恩的态度 让我们的生活 每一步都是享受在当下 如此来的话 我们2021年 不论环境怎么变化 不论COVID-19的疫情怎么发展 我们每个人都一定能够平安自在 祝福大家 心想事成 心安就有平安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 黄本初采访报道